古代朝鲜竟然有这么年轻帅气的王上 可这位王上竟然颁布了禁婚礼 全国上下禁止结婚 荒唐的是还已经七年了 全国上下都怀疑 王上甚至有特殊嗜好 王上每日买醉于寝宫 思念着已过世的世子妃 谁想手下上膳和上宫 看到王上如此状态 竟然给王上查理下药 还是无色无味的烈阳药 一杯都能令人浴火焚身 再还配上一美女 绝对能测试出王上是否有断背之嫌 当王上喝下茶后 瞬间开始有了反应 满脸潮红沉迷的状态 看到这场景 上宫赶紧带着上膳出去 并紧闭房门 王上眼神迷离 叫了生前妃子的名字 美女则讨好要王上 当她是王妃要了她 可王上听闻当时就清醒了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拔出了长剑 静止砍下去 这一剑没有要美女的命 只是把绑头发的发带斩断 美女背着气势 吓得哇哇大叫 冲出门外 而门外这两人 吓得当即就跪在王上面前 王上问是谁的主意 上善哆嗦地说是 为了王上能成婚 王上听闻气不打一处来 明知道自己最爱的是狮子飞 直接上来一剑 在这关键时刻 另一把剑拦了下来 转眼一看 来人是自己最信任的臣子 也是从小到大的知心朋友 便问他这样喜好杀戮 是不是像个暴君 朋友看他的酒桌周围 便说现在看起来确实如此 说完王上就痴鼻一笑 不过心原理解王上的痛苦 因暴君这个称呼 王上很不喜 并承诺 今年会取消禁婚令 因为思念狮子飞依旧 经常出现在王上的梦里 原来王上在当狮子时 深爱着狮子飞 说一声只爱他一人 而狮子飞明白狮子 这儿女情长 会让他难以统治国家 趁狮子不在身边时 选择了自尽 狮子不敢相信狮子飞会自尽 肯定有人故意杀了他 世子当上王上后 便颁布了禁婚令 这禁令 让全国的适婚男女 都苦不堪言 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谈情说爱 却被抓入大牢受牢狱之灾 只能偷偷摸摸地 私下传递小纸条 来表达爱慕之意 不过就因为这样的环境下 滋生新的行业 媒婆 这位美女 跟着爷爷学习神灵八卦 她将禁婚令分析得透彻 说能断了所有男女之间的恋情 越是阻止 恋慕之心只会越来越浓 人与人之间的情缘 就成了她的谋生之道 她在路上观察着善男性女们 为他们牵线搭桥 以此赚个中介费 不过这行业现在也有危险 随时会被官兵抓捕 机灵的她 每次都能顺利地躲过去 后来在赌房也做起牵线业务 男人们因不能成婚 就把金钱丢入赌场 而她这次就化身男装 说自己可以帮他们找到婆娘 并承诺帮助他们举办婚礼事宜 此时官兵又一次的出现 没法的她只能去二楼 想通过换衣来躲避抓捕 可惜还是被官兵抬走 这七年间不知进进处出多少回 牵线业务也在这些年的春夏秋冬中 度过了七年当载 次被释放后 爷爷劝她收手 可她说挣够了钱就可以做点别的 没想爷爷拿出了 这些年的积蓄交于她手中 素娘拿着银两 就带着爷爷回到了京都 寻了一地开启茶馆 并起名叫爱达堂 店名一听就是婚姻介绍所 因进婚令 房东就开始抱怨 为了堵住房东的嘴 丢出了一袋银两 瞬间让房东高兴得不得了 连说不会去告发他们 刚到楼上 就听了楼下两人说的小道消息 传闻过世的世子妃娘娘的鬼气 附在宫中 封锁了全国少男少女的姻缘 素娘将此事记在心中 以便不时之用 在朝会上 大臣们也纷纷提出 因进婚令导致 出生率低的问题严重 在没有新生儿的国家 怎能谈论未来 希望王上尽快抉择 兵叛大人 则说民间传闻 王上一直产生幻觉 是个暴君 更有断背之险 说完看向王上 发现王上不越后 随即变脸地说道 幸好这些没有和王上匹配 素娘被心缘接近公理 经过庆会楼时 王上随后过来 看到背影误以为是世子妃 一把将其搂入怀中 以表思念之心 美女素娘回到爱达堂 和爷爷交代一些事情 就随心缘去往宫里的路上 遇到了坐轿子的继母 谁想着继母如此歹毒 自己的母亲 也是被下毒杀害的 又没有证据 回想起当时被人暗杀 掉入河中才险活了下来 以后就改名唤醒了 刚入宫 就要学习很多宫里的礼仪 看得她头很大 进来后听上宫 从日出讲到日落 学习各种坐姿行走 后来见耳朵流血了 上宫也不管 直接安排去给王上尽善 满桌的美食 让素娘的肚子不争气 咕噜噜地叫起来 原本胃口不好的王上 更吃不下了 随即让所有人出去 只留下素娘 说她怎么这么没规矩 素娘又开始了神婆附体地说 是世子妃要她这样的 王上一听 立即来了兴趣 要她一起干饭 素娘还不好意思地坐下来 拿起筷子就开始干饭 王上看她吃得起劲 也开始抢食起来 两个人吃饭就是香啊 没一会功夫就一扫而空 素娘还来得去 欢送娘娘回去休息 王上也跟着素娘摆手示意 随后王上也是 一脸满足的状态 当宫女的第一天 除了陪干饭 还得哄睡王上 王上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神婆就开始了神神叨叨 讲起了鬼怪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受到神的惩罚 胸口插着一把尖的鬼怪 唯有鬼怪的新娘才能拔出那把剑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王上听完觉得很无聊 其实素娘进宫当天 眼睁睁看着偷偷成婚的夫妻 无情地分开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 当时她暗暗发誓 一定想办法 让王上尽快将解除禁婚令 最终王上在她连绵不断的故事中 第一次熟睡 王上一早醒来 看到旁边的素娘吓了一跳 而手里一叶王上的素娘 却累到两眼无神 眼带凸起 嘴唇干裂 这才第一天的工作就这样 后面怎么办 素娘因在宫中无朋友 为了拉入一个朋友 就准备酒水宴请新元 还用不同的酒通过竹筒猛摇 手法很是熟练 发明一种忠心酒 为表示对王上的忠心 瞧她那姿势 真心会调气氛的很 后面以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方式来喝酒 新元玩输了 就讲起了她的初恋史 原来早在七年前 新元的父亲 就是宫中大臣领义正李大监 以联姻史曹判叔瑞大监的大女儿为妻 为了提前想看看自己要娶的女子 就乔装打扮一番混入了瑞宅 怎进去后就看见一女子 在打骂丫鬟的那一幕 心想要是娶了这样的女子 以后肯定不幸福 就准备离开时 又遇到一个女子独自坐那喝酒 新元就偷偷跑到桃树下躲着偷看 虽然只能看到侧影 很是高兴 只见那女子看着婚书 说自己就要出嫁了 独自喝酒很开心 但随即又忧愁起来 要是举行婚礼 就要和父亲分开住了 还有能在婆家好好生活吗 新元在旁边心智满满的小声说 我会好好守护你 不会让你受苦的 女子还说到出业之事后傻笑起来 新元则在一旁尴尬地说 那件事也会好好的 随后看到女子善待丫鬟 还给丫鬟喂食的一幕 新元看到后很是感动 一不小心踩到扫帚边落荒而逃 女子则出来查看是什么事 走到围墙边四处张望 也没看到什么 而新元则在围墙下 紧张地手捧桃花瓣 两人都向往着美好的婚礼 可没想第二天的婚礼 在夫妻对拜的过程中 发现不是所见的那女子 而是那女子的妹妹代替 瞬间质问起来新娘去哪了 正当那妹妹不知如何作答时 官兵闯入近来 发布禁婚令的通知 从此刻开始 13岁至18岁的女孩不得婚配 因此婚礼被取消了 后来新元就为了找新娘 寻遍了全国各地 可惜都没有音讯 就躲在山中心 无杂念地练起了剑术 这是素娘说她还记得新娘的长相吗 新元回答说不清楚 素娘建议地说 还是忘了她吧 其实素娘进了牢房 听到她的名字就知道她是谁 婚礼中的新娘 也是被歹毒的继母 给替换成同父异母的妹妹 怕自己的身份暴露后 会引起杀身之祸 就没有与新元相认 借机酒喝多了就要离开 当离开时 新元叫了聚瑞贤膳时 素娘停住了脚步 这一幕很是伤感 两人都这么近 却无法相认 快看一个太监打个钉子 让上公看得心如燥热 无法自拔 原来上公当年 也是倾国倾城的美女一枚 爱花 爱草 爱帅哥 花丛中还遇到真爱 两人就喜结良缘 生下一子后 被迫进入宫中 九居宫内的上公 一颗钉子 都能让上公兴奋得不行 而且上扇打钉子的气势 力量 每一锤下去 都打动着上公的心 带上扇走后 还叹气说她 怎么没有呢 素娘没听懂 反问什么没有 上公赶紧打马虎眼 把素娘忽悠过去 晚间在寝宫 王上为了证明 没有断背癖好 便在素娘面前亮相自己阳刚之美 本以为素娘看到会被迷倒 素娘看到后有点愣 当王上自以为傲的时候 素娘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还恶搞得去要摸王上 吓得王上像淑女般的护着自己 随后王上还是失眠睡不着 素娘已没法好好休息 不能长期靠编故事来催眠吧 于是带王上在宫里 四处走动来消耗体力 可走了几个时辰 王上还是神采依旧 此时新元正好过来 素娘随即想出一计 开始夸赞新元剑术厉害 她肯定比不过 王上一听就开始反驳 说以前每次都赢了新元 素娘不屑地说因为她是王上 她故意让王上的 这话让王上老脸一红 便叫新元去五场比试 在五场上 两人就开始了比试 你一剑来我一剑去的 王上占了上风 但也击败不了新元 而素娘在一旁直呼看打架过瘾 王上感觉新元在让着自己 便警告不能把她当朋友 不能当王上 要全力以赴地来比武 新元没法 只能硬着头皮开打 没想几个回合 就把王上给击败了 王上说 以后就要这样才能尽兴 便和素娘一起离开 还和她说 很久没拿剑 有点生疏 以后多加练习就不会输 素娘即将地说 她会输得更惨 还露出新元剑术 无人能敌的表情 让王上很不爽 素娘看出王上不开心 则说世子妃也希望她每日勤奋苦练 必定能赢过新元 王上听后信心满满地答应 此时素娘的计谋成功 让王上自己去消耗体力 就可以解决失眠问题 何必劳烦自己每日 去通宵熬夜的当故事会 隔天夜里 贴身宫女的素娘 被王上召进寝宫 刚进屋就看见满地的奏章 王上摸着头 在那沉思中 素娘便上前去收拾奏章 当看到奏章内容时 也满是疑惑 原来奏章上都说 王上是阉人断背 还让自己也这样活下去 便自言自语地说 宫中那么多美人 尽快生下后四 不就解决了吗 还疑惑 该不会真不能做男人之事吧 此时王上转醒 便问她身体可行时 吓得素娘手足无措 以为是要她 王上赶紧解释说是附身之事 素娘才缓过来 便开始了神婆附体 王上沉迷到思念当中 坐在神婆面前 满眼含泪地看着神婆 此时神婆便以狮子飞的语气 让王上忘记她 也要远离这个影子 王上说办不到 神婆便恢复到素娘状态 此刻王上引泪流满面的不舍 素娘被感动 触摸着王上的脸颊 宗庙祭祀活动临近 祭祀活动主要就是狩猎 王上为了展现自己 宿娘睡觉时 看到屋外有黑影 就赶紧跑了出去 刚到围墙处 杀手出来发现了她 素娘就一路狂奔 最后跑到一处高牙 下面是激流的深河 杀手此时 已赶到 直接向素娘滑拉了一箭 素娘顿时斜洒满天 掉入到河里 幸好素娘命大 伤势没那么严重 从水里后面的话没说 让新元自己猜去 新元被这举动聊得心乱乱的 这时爷爷从楼上下来 没有目的地说 如此能逃过命运的安排吗 然后蹦下楼梯来一句 小心水呀 头好痛 小心树木 然后掐住新元的补得同意 其实素娘来这里 最大的理想就是吃烤肉 王上也是心知肚明 三人边一起侧马奔腾的 来到森林深处 发现一只小兔 王上就把上次训练场的气势拿出来 拉满了弓 正要放箭时 导弹的素娘 东指这边有山鸡 西指那边有野兔 王上拉着箭 就跟着素娘指来指去 猎物没打着 差点射中素娘 最后还帮呀帮呀的嗨了起来 另一边监狱的两个恶霸被放出来 并被人雇佣购买一头凶猛的野猪 送到森林中放生 这头猛禽一路狂奔 欲神杀神 欲佛杀佛 遇到一群敲锣打鼓的 一样都不放过 全部飞舞九天 王上三人正寻觅新猎物时 素娘看到一头野猪 便问这里有野生动物吗 王上说 这里是人工狩猎场 怎会有野生动物 转眼野猪就冲到了素娘面前 王上和新猿看到后 心中大击 两人都用最迅速的方式 解决了这头野猪 还好素娘受到惊吓未受伤 两人都后怕得很 随后赶来的众臣们 都奉承起王上 晚间开启珠百雁 还没等开席 晚餐后 王上见素娘还没出现 便去寻她 没想素娘本就受了风寒 又被野猪惊吓 现在变得更加严重 待崔野大夫就医后 问题不大 只是风寒加重 这晚王上就守在素娘身边 为她擦拭额头 然后静静地看着素娘 又动情地触摸着她 随下素娘一把抓住了王上的手 问她生事又要亲她 把她当作谁了 王上则狡辩说 当时在梦中的行为 这是素娘动心了 还是王上动心了 在门口的心员看到这一幕 心里不是滋味 因两恶霸放野猪计划失败后 便找上画师 当看到画师的作品 兴奋不已地要谈合作 没想画师不同意 两恶霸便以介绍女友为条件 成功诱惑画师答应合作 转眼来到爱达堂 见到梦寐以求的恶霸表妹 眨那两下眼睛 还妩媚的一笑 这简直了 差点把我都送走 还嫌弃起了这个斯文男 漫漫咧咧地走了 爱达堂公关姐姐正好给送茶 对画师相中 目不转睛地观望十倍 突如其来的爷爷吓一跳 不过也看出端倪 并传授泡妞绝技 没想画师在和公关小姐姐制造意外时 把随身作品掉落出来 当小姐姐看到画本内容时 画师也直接吃了一巴掌 并被骂变态 此时素娘听闻出来 看到画本内容 兴趣极大 便威逼庇佑地 让画师与其合作 心想把画本给王上欣赏 看能否尽快把禁婚令解除 入宫来到王上请宫后 王上刚做噩梦 被素娘叫醒 惊魂未定的样子 把素娘下的手忙搅乱 画本也掉了出来 王上抓了一本 看到内容后 愤怒至极 让十几年守身如玉的她 来靠这些来解决的吗 素娘委屈地说 这是很辛苦从民间收集到的 王上抓狂地拿起一本砸下素娘 吓得素娘赶紧退下 慌张往外走时 藏在身上画本掉落的满地都是 出门后便把没用的画本 准备送于新元和上善 谁想上善惆怅地说不要 素娘还问为什么 上善满脸回忆地说 原因就不多说了 这是素娘才反应过来 心里默想到 当初上公说没有了 公公啊 当然没有了 这画本给她也没用 便和新元安慰起可怜的上善 晚间上善给王上送去红身真夜 待王上喝后 瞬间火气冲天 连身后的龙都口吐龙颜了 身体开始燥热起来 待周围没人时 百般无奈地拿起一本安慰自己 说是素娘千辛万苦找来的 看看也没问题吧 待看到画本内容后 渐渐入迷 时而愤怒 时而惋惜 时而羡慕 随后把所有的书都收集在枕头下 刚放进去又拿出来回味起来 一夜就这样的翻来覆去中度过 第二日还沉浸在画本情节中的王上 在园中闲逛时 抬头看着鼻双飞的鸟 蜻蜓间的嬉戏 感叹着他们的情谊深厚 清风都是甜的 这话把上公上善听得一愣愣的 王上今天是怎么了 平常平平无奇的花 在王上的眼中都是红艳艳的 昨晚画本上的画面全部浮现出来 便问上善花是不是太红了 上善理会王上的意思 便准备着手铲除掉 吓得王上赶紧制止 真是有爱的日子很美好啊 心情也是好的不一样 肃娘回爱达堂后 王上这边寝食难安 每日惦记着什么坐 那时总看向肃娘站立的地方 让上公和上善也不由地忘去 心中满是疑惑 肃娘回来后就来后命 王上看到肃娘很是欣喜 便说最近睡不着 肃娘说那就喝几杯不就好了 没想王上直接安排起酒局 两人连续干了N杯后 肃娘感觉直接很没意思 就提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不想回答就喝酒 王上第一个就问肃娘的体重 肃娘尴尬 直接把酒喝完 然后反问王上爱慕过其他女人吗 王上本不想回答 但肃娘正准备上酒时 她说没有 肃娘真不敢相信王上 竟然这么专一 然后两人你来我往的喝着 还别说王上玩真心大冒险 还是比较有天赋 肃娘玩不赢 喝了不少酒 然后肃娘站起说 要给王上看好东西 王上以为肃娘要现身给自己 慌忙说不要不要 王上还半遮着眼睛偷看着 没想肃娘展示自己漂亮的绸群 还说是上宫送给自己的 转眼看到桌上的画本 便开始调戏起王上 说要看她哪张上面有口水 吓王上要去抢回来 两人就这样你追我敢的 在寝宫跑来跑去 没像肃娘说和我这样的女人 都没感觉吗 便深情地望着王上试探 王上半天没反应 便说算了就转身离开 没想王上一把将肃娘搂入了怀中 两人深情地对望 而后说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引诱自己 自己也是个正常的男人 最终两人还是没发生什么 肃娘呆呆地坐在桥边 开始幻想着什么 脸上不禁发热 在一旁的上宫和上扇看在眼里 两人便开始谋划 如何将两人撮合 上扇开始不同意 说肃娘不是真正的宫女 只是借用其他人的名字 上宫却认为只要能诞下子嗣 就能成为王后 进婚令也就可以马上结束 隔日上宫便开始给肃娘 准备丰盛的美食 还为其量身定制很多漂亮的衣裳 尤其是准备一套 王上最爱那种红艳艳的 这款也让肃娘喜欢的欲罢不能 晚见王上饭后压花园时 上宫让肃娘去给王上擦汗 肃娘看去根本都没有出汗 擦傻 当伸手去擦时 王上还主动地配合起来 上宫和上扇两人坏坏地笑起来 确认了王上对肃娘的态度 王上回寝宫时 一路被布置得非常温馨浪漫 这没喝酒 王上就已经醉了 坐等看发生什么 当肃娘推门而入 这么美丽的肃娘 让王上动心不已 好不容易心底念念的女人被抢跑了 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坐轿子中发现相似肃娘 四处寻找未果后 开始怀疑肃娘是不是还活着 感觉上次刺杀计划失败 没找到人 只有先放弃 而后在太皇太后面前 推荐给王上的女子 查阅看能看中否 也还在禁婚期间 许氏觉得有利可图 便留都城 用来搜集未婚的女子 训练着宫中的礼仪 合适的推荐成王家的女人 前提是要加入女员会 必须缴纳不菲的会费才行 许氏也把自身开发的淋漓尽致 竟然和曹大尖尖有一腿 那边素娘父亲躺在床上 这边两人偷情 在给瑞夫喂食时 将毒药餐和其中喂其吃下 素娘的母亲 就是这样被她杀害的 许氏还打听到素娘 可能经营着爱打糖 特地还去了一趟 没想爷爷警惕性很高 直接把徐氏夸赞一番 而后说她女儿会成为王后 徐氏一听非常开心地回去 没想到女儿打击她 说妓女也是女儿 让母亲赶快处理掉素娘 徐氏也开始实施计划杀掉她 这边素娘自上次差点遇到妓母 想着学习剑术 就能保护自己 便向新元学起了剑术 没想学习过程让新元看得头疼 完全毫无章法地乱挥一气 练着两人就开始打得闹闹起来 完全没法练下去 晚间新元再送素娘回爱打糖 刚出宫 就碰到一小孩送来纸条 新元一看纸条 上面说 不论去哪都不要回爱打糖 会有危险 爷爷的警惕性真是很高 知道继母会安排人来暗杀素娘 新元当即就带着素娘出城 没想刚出城 就碰到一堆杀手 还好新元剑术了得 三两下把那些杀手杀得片甲不留 然后带着素娘赶回宫中 这样才能安全 杀手任务未完成 徐氏大发雷霆的质问 为何没有杀掉他们 杀手们大气不敢出一声地跪着 谁想曹大坚说 为了后面的局 就不要动他们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可以 令王上魂不守舍的女人 可以好好计划一番 新元这次触动了王上底线 让她很是难堪 新元没法也只能拿出看家本领 麾下一剑斩掉了一块王上的龙袍 但毕竟还是主子 也不敢太过分 王上质问她上次所说的院中蝴蝶 便是素娘吗 你是将我当作朋友还是情敌 新元无言以对 闭上双眼 等待着主子的惩罚 当王上静止 麾剑砍下时 素娘却拦在了剑前 并说以同房为条件 让王上放弃杀掉新元的想法 王上听闻同房时 便用绿色的眼神 看向上公上扇 看把他俩吓得不行 心中裁着支牌的这同房知识 便明白 新元为何来抢素娘的原因 为了缓解这尴尬的场面 说晚上练剑真的好累 就直接回寝宫 素娘看了眼新元 紧跟王上身后 在寝宫中 素娘和王上有了争执 王上质问素娘 为何维护新元 素娘说 为了这事 不值得王上发火 王上也无言以对 没有任何的名分给他 自己心中还在狮子飞状态中 两人也这样就不欢而散 王上就坐内开始思量起来 怎么处理新元的事 而新元还在练剑场坐着 就这样 两人都为了一个女人 各怀心思 过了一夜 隔日上公上扇 两人跪地求罪 王上也没有怪罪他们的意思 但是容忍不了新元 把素娘拉走 说直接免去新元的职务 上公说 如果这样的话 素娘生命安全就是问题 前几日 素娘外出还遭到刺杀 当时如不是新元保护 就回不来了 再说 世子飞继日马上也要到了 王上这时头疼得很 原来宫内每次到继日时 都会有一名和自己亲近的人 会以上吊方式自杀 王上之所以未放弃禁婚令 就是这个原因 那边素娘找到新元 并问为什么做着傻事 还把王上的龙袍割破 这会丧命的 素娘坚决地说他们是朋友 这件事上 确实她做错了 新元的心有点冷 不冷的天 怎么冬季来了 晚间几个妇人正准备去河边洗衣 一路调侃着 随之看到上吊的世子飞 吓了他们撒腿就跑 还有的直接晕倒 世子飞真的复活了吗 隔日王上召来新元 询问前几日在公外遇刺经过 新元说已经开始调查了 这时两人都为昨晚的是有点尴尬 但王上还是大度地说 拜托新元好好保护素娘 还不要对她有任何情愫 新元有些不服气 但是又无可奈何 便问王上是否忘记了世子飞 这话让王上陷入沉思 晚间王上又做起了噩梦 清醒后便看到素娘坐一旁 便问能不能让世子飞附身来见自己 这是素娘内心真的不想这样 很想告诉王上这附身是假的 是自己糊弄王上的 可这些想法只能在脑袋里想想 一旦真说出来 命可能就不保了 回到现实 素娘还是作纳开启了神婆状态 王上一见世子飞开心得不得了 像个孩子似的跑到素娘面前 便说要世子飞告知自尽的原因 这话让素娘无法回答 自尽的事情也不能乱说 便开始胡掐起来 希望王上放下之前的一切 重新振作起来 这次素娘便转移话题 要王上一定忘记臣妾 王上哪听得进去 失恋般的开始酗酒如命 上宫上善怎么劝都不行 让素娘也来劝劝 可还没开始劝 皇上还把她当成了世子飞 还让她一起喝酒 素娘没法 只能陪着拿更多的酒喝 原来王上想忘记世子飞 所以才不停地喝酒来麻痹自己 隔日在湖边信誓旦旦地说要戒酒 刚说完 开始哇哇地吐了下来 可又想起世子飞附身素娘 说那些打击她的话 让王上魂不守舍 连在早朝上都开始发愣 臣子提出建议都没听进去 吃饭也没食欲 精神状态很是不佳 连逛园子时候也是低头探路 素娘看到这样的王上 发觉是不是灵魂出走 便上前为王上擦汗 突然王上转身问素娘 她和世子飞之间不是爱情吗 世子飞是真的没爱过我吗 素娘说人变化很快的 王上不相信会是这样子 素娘便问王上 和在适时的世子飞之间 说些什么情话 或者有亲密的动作 可王上回忆半天后 也没啥呀 都是没有深刻记忆的 其实王上真不知道 爱情是啥样的 应该只是单相思状态 王上便要去问世子飞的父亲 关于世子飞在世的情况 素娘一听脑袋大一劝 这是要搞得这么大 在和前岳父的交谈中 既然得到的 只是可能有爱慕之心 让王上心灰意冷 王上的访问 让前岳父也开始思念着女儿 感叹着 希望她还活着多好 随想转身准备回去休息时 看到了女儿站在水井上 激动地哭起来 呼唤着子言 世子飞真的回来了吗 素娘也是个人才 为了解除禁婚令 竟然用钱财买通仆人 再配合好说词 来迷惑王上 这边王上在老岳父 那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便和素娘商量该怎么办 还是素娘点子多 说直接找世子飞生前的仆人 应该知道的多些 王上觉得可行 但担心找不到那些仆人 素娘打包票 说自己从小闯荡社会 长人那小事根本没问题 三人便乔装打扮一番 准备出城 没想王上和新元 一身农家小伙打扮 而素娘穿着富家小姐衣裳 让两人嘀咕起来 素娘说自己要和仆人接触 当然要打扮得高贵些 不然那些仆人才不会和你说真话 两人点头 貌似懂了 随后新元直接很轻松翻墙而过 素娘紧跟其后 可卡在围墙上 王上看着没办法 去当了脚垫 素娘才翻过去 可没想王上翻围墙时 直接趴围墙上 城外他们先找到世子飞奶娘 可奶娘说世子飞当初 是不愿意进宫的 后来还写信哭诉 埋怨世子也不送她回娘家 躲在山市后面的王上 听得不好意思 新元看她时还不停地摇头 送走奶娘后 又找来服侍过世子飞的上公 她说世子过于疼爱世子飞 不顾世子飞的心情 长辈们希望他们有子嗣 世子又不行动 可这是要两人合拍才行 估计阉人传闻从那是开始的 素娘问到断秀传闻呢 上公说世子 当时身边不是有个武师吗 每晚让世子飞早歇息 便和那男人一去就是一夜 还出一身的汗 能出汗出成这样 可想而知 王上和新元听得大汗直冒 尴尬至极 素娘又问世子飞对世子的感情如何 上公回答让王上更加吃惊 相比爱慕之心 更深的是忠心 婚姻生活更是非尊利遂 相当于没有感情的伺候之情 王上听了想哭 但哭又哭不出来 无奈得很 随后上公又谈到燕人和断秀之情上 素娘趴山时候的王上暴怒 赶紧让上公离开 王上新元便找个地方哀声叹气 素娘另一边竟然塞钱 给奶娘和上公 让他们保密这次聊天事情 没想新元看到了这一幕 原来这次的谈话都是素娘安排 给钱也是当风口费 素娘解释到说是为了让王上 尽快恢复以前状态 才出此下策 新元不愿意 素娘好说歹说 新元才答应不去告发 不过也提出交换条件 那就是不能喜欢王上 更不能有任何爱慕之心 素娘听闻也现了沉思中 隔日狮子飞活着的消息 在都城到处散步 素娘和新元找来爷爷分析后 得出这肯定是个骗局 是为了刺激王上 动摇国家根基的举动 晚见王上在寝宫 又听到那奇怪声音 便四处寻找 没想经过木桥时 看到了立在湖中的柿子飞 随即又消失 这让本就惊恐的王上 又陷入了崩溃当中 隔日素娘和新元来到桥边 素娘回忆说 当时过来听到了扑通声 是不是有东西掉入了湖里 新元听完哈哈大笑起来 这想法真奇特 素娘指着新元身后 说有章子让他看 新元虽然不信 但还是向后望去 没想素娘使坏 张牙舞爪的大叫一声 把转身的新元吓得掉入湖中 看到此景 素娘坏坏笑起来 新元浮在水中 无奈得很 素娘说那既然掉下去了 那就去水下寻寻 看有什么东西没 新元却还不信 但素娘这么认真的态度 只有去试着找找看 便潜入水中 没想新元还真找到一块 金光闪闪的镜子 高度和成人差不多 几人分析得出柿子飞 为何每次都出现在靠水的地方 就是在水边利用影子园里 而这位假柿子飞 现在肯定躲在宫中 应该和素娘一样 装宫女混在其中 上宫上善听闻 便开始盘查宫女之事 没想这边排查过程中 另一边的素娘 被以不明身份强行带走 在审问过程中 上善说素娘就是船 可金侍卫说 已查到她根本不是船 也不叫素娘 真名还不得而知 金的几人都难以置信地望向素娘 她则满脸无奈 又无话可说 然后被关押到牢房 新元那边调查也毫无头绪 便去牢房寻素娘问问情况 素娘思考后说了句 宫女没排查出来 那去军队找找看吧 王上这边就以视察士兵训练状况为由 来到训练场观摩 真没想到还让王上找到一位细皮嫩肉的手 直接掀开对方头罩后 竟然和世子妃长得一模一样 让王上看得张嘴惊呆 但心中一想 这是假冒的 真的世子妃早已过世 便命令将其带走 没想又得知被关押的素娘不知去向 王上便命令亲信严加看守 关押这位假世子妃 等找到素娘后 再来处理此事 另一边素娘被关押到宫内一处秘密牢房 被内进金侍卫严刑拷打 嘴角流血了 也未承认自己真实身份 当金侍卫又要痛下杀手时 王上及时赶到救下素娘 看着满身伤痕的她 心疼得不得了 随后将金侍卫关入大牢中 素娘则被送回寝宫修养 王上愧疚地坐在一旁 呆呆地看着她 心中竟然无比疼痛 待素娘醒后 王上自责地说没有看好她 让她受这么大的苦 素娘说只是皮肉伤 没什么问题 王上说发生这种事 肯定是他们知道自己 会被世子妃的影子所动摇 所以她下定决心会忘记一切 不会让世子妃附身于素娘的命令 可素娘听闻后 蹒跚地爬起说 那她的工作也到此为止 不需要呆公里 皇上说你知道为何来这里吗 是为了辅助我才来的 以后就以宫女素娘的身份留在我身边 素娘听闻 感动得泪涌双眼 王上将其一把抱入怀中 两人都庆幸地活着真好 谁想上宫上善急冲冲跑来 告知王上寝宫那边出大事了 王上听闻便立即赶往寝宫 刚来门口 便看到假世子妃已上吊的一幕 气得直发抖 厉声大问 到底是何人所为 世子妃上吊的一幕 又切切实实地发生了一次 让王上看得惊慌失措 神情恐慌起来 做此事之人 简直是太无法无天了 坚决一定要彻查到底 这是素娘刚来到现场 就被欣元一把拉到偏僻处 素娘便问宫内到底发生什么事 欣元直接不会地告知 说只要和王上亲近的女人 已经出现这样去世的有六个 都是为了威胁王上 欣元让素娘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素娘说如果这样的话 在宫外也是一样的无法躲去的 随后素娘准备去王上那边 欣元关心说她的伤势更重要些 牵着素娘的手很是不舍 但还是送素娘去见王上了 王上坐踏前 两眼无神地看着前方 素娘缓缓地来到王上面前 问她为何还未休息 王上憔悴地摇摇头 素娘拿湿润的手巾 怜惜地轻轻为她擦拭脸庞时 王上抓住了素娘手 申请说不要离开 素娘看着王上 心里很势不舍 还是答应了下来 隔日素娘便和欣元说 还是留在王上身边 就和她一样守护王上 心元侧隐地说 我更想守护的人是你 而被关进牢房的内进金侍卫 待得心里也魔力两可 问守卫 为何曹大监还没来救她 刚说完曹大监就到来 不过不是来救她 而是带杀手来 将她做掉 金侍卫绝望地看向杀手 又转头 看着曹大监 心中一万的懊悔和不甘 过后杀手还弄了个自杀的假象 迷惑心元 可心元也不是很好糊弄的 感觉和曹大监有关系 和王上一起质问曹大监 曹大监这种人精 想必也不会得到有用的消息 曹大监满不在乎地回答着 也将一切事情撇得干干净净 王上和心元没法 只能从假世子妃方向着手 便在市井中开始寻找信息 经过努力 还真找到金线所制作的衣衫 也得到相关消息 原来假冒的世子妃女子叫车年 是在一所妓院被偷出来的 曹大监看到他时便有了坏想法 就找来过世世子妃的衣服 让他穿上 假冒世子妃用来迷惑民众 没想被王上识破 任务失败后 还被杀害还不够 还被利用来刺激王上 晚间画师送爱达堂的小姐 再回去的路上 被刺客掳走了 画师在追赶过程中 遇到心元护送素娘回来回爱达堂 慌忙告知情况后 便和心元一起去追赶刺客 没想素娘随后也被掳走了 刺客剑只来了两人 便双方打拼起来 因刺客人多是重 没想画师太弱 被刺客拿下 并拿刀架脖子上威胁心元 小姐姐和素娘最终都被带走了 正当关键时刻时 一只飞剑射向了一名刺客 听闻素娘被掳走后大怒 便率众人沿着刺客逃跑的方向 怒气冲冲地追去 王上带领中手下传入匪屋 气得精神恍惚起来 带女子们解救后 心元便问他们是否见到 一个特别的女子 其中一女子便告知 是有位不一样的小姐姐 和绑匪谈起了条件 还保护安慰另一位小姐姐 心元便知就是素娘 另一位便是爱达堂的海英 也一同被掳来这里了 正要准备寻找时 慈室卫发现了一颗彩石 这是爱慕海英的慈室卫送的 便和画师一路寻找起来 在沿路寻找彩石过程中 找到一户人家的门口也有彩石 进入后还询问男子是否 看到有女子进入 该男子说没有看到 他俩便开始四处搜查起来 还真让他来找到了被捆绑的海英 但将海英带出房屋时 蹦打舞 潘老大和众人瞬间都看猛了 直到素娘捂完蹲下后 潘老大才让手下去掀开红布 看到素娘拿个香蕉傻笑的状态 顿时好奇得很 素娘也开始了她的表演 用潘老大妹妹的语气与其交流 说出的事情让众人信以为真 感动不已 潘老大更是激动万分 也相信妹妹附身素娘身上 然后交代哥哥好好保重便离开 潘老大这时还不知王上身份 便带着他们在村里闲逛 还见证新人婚礼 而后众多汉子们 希望素娘能帮忙牵红线 素娘笑不已 真是服了素娘想法 连忙摆脱 也阻止不了素娘的注意 只能当着众人的面 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俗话说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 清早 上公上善昨晚得知王上不回来 特地待命在寝宫门口 防止有人知道王上彻夜未归 没想曹大监就来了 说非要见到王上 上公没法只能谎称王上的了伤寒 曹大监不信 说还带来了太医给医治 没法只能带他们进入寝宫 公公这时想到一个起法 让曹大监和太医在门口等待 上公就带上扇进去 还说王上无厚似 要替换到王上 正当他高兴谋反计划成功时 王上推门而入 曹大监没想到王上能活着回来 原来杀手们闯入了寨子 这次来可不是来杀素娘的 是冲着王上而来的 没想寨子里都是狠人 杀手们很快被解决 头目因受伤逃跑了 这是王上的身份 让众人得知后闪到了眼睛 直接下了下跪不敢动弹 没想王上并没有怪罪众人 这次来到这里 看到没有被禁婚令约束生活的民众 很是欣慰 并承诺尽快解除禁婚令 转眼回到朝堂 曹大监见王上毫发无伤地回来 脸色瞬间拉下 不敢发声 王上路过曹大监时 故意说是不是有人 希望他不回来可以篡位了 曹大监也不敢接话 然后王上说 昨晚亲自去公外寻访 海花贼猖狂 直接解除曹大监职务 曹大监听闻愤怒的眼神 想杀了王上 可又不敢犯上 这可是死罪 没想回到住处时 看到新元带一群侍卫来搜查 还将众多文案带走 心里有些担心 开始威胁新元 可新元不吃这套 让他好自为之 晚间没想 王上正泡在 满是玫瑰花瓣的枣池中 素娘说来 感谢王上为子民的付出 便主动服侍王上 王上看着素娘一举一动 有些着迷 爱慕之心油然而生 直接一把将素娘拉入池中 两人双目深情对望 这是王上主动亲吻素娘 王上这一举动 让素娘瞬间惊呆 但也接受的闭上双眼 不知王上这时是清醒还是迷离 不知王上 优优独播剧场——屹刀